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 两岸领导人见面 翻开了两岸关系历史性的一页 历史将会记住今天 曾几何时 台海阴云密布 两岸军事对势 同胞隔海相望 亲人音讯断绝 给无数家庭 留下了刻骨铭心的伤痛 甚至是无法弥补的遗憾 然而海下隔不断 兄弟亲情 打不住同胞对家乡故土的思念 和对家人团聚的渴望 同胞亲情的力量 终于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冲开了两岸封锁的大门 2008年以来 两岸关系走上了和平发展的道路 过去七年 台海局势安定祥和 两岸关系发展成果丰硕 两岸双方和广大同胞为此 付出了大量心血 正因为有了这七年的积累 两岸双方才能迈出 今天这历史性的一步 在此 我要向所有 为推动两岸关系发展 做出贡献的同胞和朋友 表示衷心的感谢 两岸关系66年的发展历程表明 不管两岸同胞经历多少风雨 有过多长时间的隔绝 没有任何力量能把我们分开 因为我们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同胞兄弟 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 当前 两岸关系发展面临方向和道路的抉择 我们今天坐在一起 是为了让历史悲剧不再重演 让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果 不得而复失 让两岸同胞 继续开创和平安宁的生活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 共享美好的未来 两岸双方应该从两岸关系发展历程中 得到启迪 以对民族负责 对历史负责的担当 做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正确选择 我们应该以行动向世人表明 两岸中国人完全有能力 有智慧解决好自己的问题 并共同为世界与地区和平稳定 发展繁荣 做出更大贡献 我希望 两岸双方共同努力 两岸同胞携手奋斗 坚持九二共识 巩固共同政治基础 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 保持两岸关系发展正确方向 深化 连岸交流合作 增进 连岸同胞 扶持 共谋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 让连岸同胞 共享民族复兴的 伟大荣耀 我先讲这些 谢谢 马先生 谢谢大家